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8号 经过了一个小长假 我昨天写周五操作策略 还可以写了 好多人投资者有长假被迫害妄想症 你们能听说我那个梗吧 总觉得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老外不休息 然后来搞我们 趁着我们A股不开盘 偷袭我们 被迫害妄想症 担心各种担心 有的在节前就把股票都卖了 结后没什么事 然后再加回来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 还觉得可能是一个个例 当我第二次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这么想的人还挺多 因为他们都不在乎一个事实 对破坏妄想症好像得 先把自己美股给干下去 然后才能导致我们的避开 是不是 大家想想对不对 今年11长假的美股 前几天确实是下跌的 然后被迫害妄想症很嚣张 特别嚣张 然后后几天又回去了 然后A50又是明显上升的 今天A50好像涨得最多 就涨了三点几是吧 三点几 明显上升的 所以也不知道这个 长假 被迫害妄想症是从什么时候来的 但是还挺多 还挺普遍 所以昨天在周五操作策略里 我就写了 大概率是高开的 并且是普涨 就是他也不是说 只是上证五雄涨 对吧 上证五雄涨 当然了我们之前 对于上证五雄涨的判断 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讲 收益明显大于风险的 就是它的风险 收益风险比是最好的 但它的今天 我判断今天应该是普涨 判断今天应该是普涨 就是说 当然有一度 这个中证五百指数 是下跌的 有一度是下跌的 但是从今天 到最后收盘来看 这个普涨的结论 还是比较靠谱的 上证加数和下跌加数比 也基本上呈现 大概是4比1的关系 上证加数和下跌加数比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对大指数 请看第一张图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我们这一次做了微调 我觉得这次要是不微调 那很多学员又得崩溃了 是吧 又得崩溃了 这天破趋是吧 就卖掉 变成最低价卖掉了 其实呢 伤害性不大 但误误性极强 是吧 好多我们按规则操作的时候 也没什么错误 伤害性不大 就是你 你卖出再买回 可能这中间的损耗并不大 但是误误性极强 就给人的挫败感很大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考虑到 人性承受力的这个部分 在部分的时候 不是在所有的时候做微调 然后大家也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我们 在所有的地方 你不想操作的时候 都期待着我们会有微调 不要这样想啊 微调绝对是少数的时候 好吧 当时我记得微调的时候 还说这个八个周期是吧 三十分钟下八个周期 我说你今天 尽管我们定了微调 但是呢 这八个周期能不能挺过去 是个事 结果还好是吧 八个周期挺过去了 这才有的 就这次微调吧 现在呢 就看短期趋势 能不能被突破过去 如果短期趋势被突破过去 就代表这次微调是有效果的 只要有一天没有突破过去 都不要高线的 太早 能理解的打一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中正500 中正500指数呢 我们给了D9的低点 但是我们之前给了一个 上升通道的下轨 注意一下 它跌到上轨的时候 我认为它止跌 然后我认为它会跌到下轨的地方 会受到支撑 然后呢 注意一下 我认为在这个下轨的地方 支撑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到长期通道向下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支撑会比较大 两个位置啊 但是呢 在上升通道的下轨处 出现了序列D9 所以我判断呢 这个地方的反弹 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不会一切跌到这个 下降通道的上轨 好吧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画的这个平行线呢 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个平行线有很多的时候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平行线呢 它基本上印证了 江恩曾经所说的话 历史上所有的高点和低点 全部存在数学关系 今天有一个说了 我们最 有一个学员说了 我们最新的这个诺贝尔 诺贝尔奖是吧 然后阐述了混沌与秩序 我还特意去看了那篇文章 那里面我印象最深的的就是 无序的状态 在整体上出现秩序 这个就这句话 我好像之前我说过 是不是 好像很多年前就说过 你们还记得吧 但通通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呢 它只是对于 诺贝尔奖的一个结论呢 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它不是诺贝尔奖的论文 主要不是诺贝尔奖的内容 而是一种理解 对于这个诺贝尔奖的理解 我的评论三个字没啥用 当然不是说这篇文章写的不好 这篇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 很有深度的 只不过呢 我说的没啥用就是 我们期待着跟股市 进行一定的联系 对吧 有什么样的联系 但是呢 我看完之后呢 对于股市的联系呢 不大 那么它里面所说的这个 无序里面有秩序 蝴蝶效应 混沌 我好像在几年前就谈到过这些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明和佐证 好吧 所以我就基本上就 就给大家说没什么用 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要是认为挺好的挺有用的 我会告诉大家 值得你去看 我经常会推荐给大家 那么我们 比方说啊 嘉恩曾经说 历史上所有的高点和低点 全部存在数学关系 这个平行线 特别能证明这一点 因为在平行线上的高点和低点 你已经能够证明 它们存在着数学关系 能理解吧 他们就至少你能用一个事实 或者是行为 或者是现象 来证明一定的道理 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 这篇文章没什么用 就是你看起来 好像高深莫测 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对不对 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就它 它没有证实什么 只是在理论 这个理论呢 你去实际应用的时候 也没法实际应用 但我们说的这个 离制性护理法是 混沌操作法 那个混沌操作法 也提到了这个蝴蝶的翅膀 引发的飓风 对吧 但你无法证明 这个飓风就是那个蝴蝶 它煽动翅膀引发的 注意啊 这是个逻辑问题 你可以去相信 一个蝴蝶的翅膀的煽动 引发了一场飓风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证明 这个飓风 就是那个蝴蝶扇动翅膀 所以我们说 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微 我们说通道线 通道线它好处在于 通道线是一个平行线 高点和低点 都在这个平行线上 那么它们 高点和低点 会存在着数学关系 它就是有作用力 所以我们去年 2月4号 3月19号的两次抄地 是在平行线的 ABC的C的 平行线的下轨 C的这个位置 就是它能真正的 帮助到我们 像这一波 中正500前两天没跌的时候 我说它会跌到 上升通道的下轨处有支撑 还有呢 下降通道的上轨 我当时说的时候 它没到呢 对不对 都提前说 我们所说的都提前说 那么它至少能够证明 江恩所说的 某些话它是成立的 就是高点和低点之间 它存在数学关系 那么如果 我们确定了高点和低点之间 存在数学关系 这对于我们研究的方向 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我们要研究 历史上的高点和低点 然后用以推断未来 这个要比今天 你看那篇什么混沌与秩序啊 那篇文章 好懂得多 能理解的答应 我说的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 你要忽略过程 高点和低点 它怎么从低点到高点的 和怎么从高点和低点到低点的 这个过程 没有那么重要 你研究只研究高点和低点之间的 数学关系就行了 就是极致点 它是转折点 转折点 对于判断后面的转折点 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我曾经跟他学院也说过 我说股师可能有些时候 研究到最后就是三个字了 转折点 对吧 无非就是 大周期的转折点 小周期的转折点 大周期的转折点 比方说比较远 那就这段时间都是上升的 小周期的转折点 你比方说特别小的周期 你可以不理它 直到进入到大周期的转折点 所以当股市人如果理解透了 我说有些时候呢 研究到最后可能就正三个字了 就转折点 那这是一个研究方向的问题 平衡线是一种方法 但它不是规则 假日期间呢 我这个 打了几天牌啊 打了几天德德普克 它有很多的 跟投资很多相近的地方 首先呢是平衡 首先呢是纪律啊 先是纪律 德德普克你要不遵守纪律 你会死得很快 在那个普克圈呢 就说什么叫不遵守纪律 就是浪 树叶过河 全靠浪 各种浪 纪律呢 是排第一位的 第二位呢就是平衡 所以这个 你联想到股市当中 联想到投资来中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要遵守纪律 规则就是纪律 在这个 这个大的前提之下 你才能会去考虑微调啊 或者是等待重要的 确定性的机会 然后多下注 但是它前提必须是遵守纪律 然后呢又涉及到 另一个就是平衡 所以今天有人问 他说这个盘仲文字课有学员问 就是这个后面 不会再有铺涨了 我说你这说的有点武断 对不对 动态也是平衡的嘛 有的时候小盘古先掌 有的时候大盘古先掌 但是整体来讲 它是平衡的呀 好吧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是中正500指数 在上升通道的下轨处 受到支撑 这个我们之前讲了 但是支撑的力度不是很大 好吧 因为有一个日线的低久的加持 所以我们觉得它会 基本上呈15到20度角 反弹了几天 所以我认为中正500 可能这里是B 很厚吗 可能还有C 不得讲啊 不得讲 然后下降通道的上轨处 有强支撑 那个地方是不是结束调整 这个将来再看 现在得不出结论 现在得不出结论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是ABC还是A2345 但目前来看 这里的速度不会特地快 所以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判断为上升 只判断为反弹 中正500指数 下一张 下一个 上车50 上车50呢 是吧 今天长的是最好的 跟A50长得好 有一定的关系 日线出现序列高6 并且接近1.85%的阳线 序列高6 它属于中阳线 所以出序列高9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时间应该是节后的第一 下周的第三天 下周三 789嘛 周一是7 周二十八 周三是9 上车50 下周三左右的时间 有序列的日线的高9 那个地方有可能是 上车50的高点 下周初呢 我觉得问题 不特别大 然后呢 你还要看速度 如果速度特别快呢 这个日线的9呢 它就不一定好用 但如果没有突破长期局势啊 速度比较慢 这上面是长期局势 如果出现日线的高9 会形成一个小高点 上车50 深层值 深层值呢 就这一波很奇怪啊 各个周期全部都有底部分化 从30分钟到90分钟到60分钟 全部都有 就深层值 到日线 是吧 到120分钟线 全部都有 然后呢 就这些个周期 从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120分钟 到日线 全部形成结构 这个结构的级别还不大 对吧 你就是从 就是从深层值的角度来看 结构的级别还不大 但是它就形成了 日线呢 是在节前的最后一天形成的 日线的周期的 所对应的上车周期的数是最大的 24个周期 上车50我们曾经也说了 但是上车50呢 到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是24个够了 也代表了后面跟结构没啥关系了 你不能说底部一个结构 你一时吃半年 是吧 这结构一时吃半年 那后面的走势 跟那个结构没啥关系了 结构的使命已经完成 深层值呢 这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才形成 所以它要是起作用的话呢 它应该是24个交易的上升周期 所以那深层值呢 我们判断的它也是上升周期 上车50指数呢 突破短期趋势 对吧 至少你现在不能判断是下降周期 周中500指数呢 是处于日线低久 上升通道的下轨两大支撑点 所以近期也是上升周期 所以我昨天得出来的结论呢 就是通过对于多个指数 多个分期 多个周期进行细腻分析之后 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最近的反弹 会持续一段时间 好吧 然后我们得出来今天的结论 是高开 高开它也有要修复 不是说低开再修复 高开也要修复 不管是低开还是高开 它叫做什么 叫做价格不连续 有真空期 这个真空期呢 就是要修复 无非就是一个低开高走 就是高开低走 所以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第一 不要有假期恐惧妄想症了 因为高开又怎么样 那不当然会修复吗 低开又怎么样 它不也修复吗 它不影响市场运行的规律 能理解吗 第二个呢就是 命题不成立 趁我们放假偷袭我们 还得商离 发来 自损1500是吧 先把自己美股先干下来 然后呢 导致我们一个小低开 低开之后还凶 没意义 就这种 它命题是不存在的 因此呢就是 以后再遇到长假 不管是一还是坤结 该吃吃该喝喝 不影响 市场运行的规律 你节前怎么判断的 要保证你判断的连续性 思路的一致性 逻辑的一致性 不要因为市场放假而打 能理解的打一 好的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们长假都去哪玩了 是不是 所去之处 到处人山人海 红旗刀断 家里蹲几点 行吗 我也哪儿没去啊 我就在家里待着 在网上打打牌 电影长景湖没有看啊 听说票房很高 120分钟成交量总是上午比下午大 为啥120分钟成交量总是上午比下午大 以前也是 出现以前也是 最主要是早盘成交量大 早盘啊 一天的新开盘 精神头十足 然后买入之后又不能卖出 对吧 T加1交易 早知精神头十足的都在早盘带进去了 然后也出不来 是吧 明天早盘再说 所以上午比下午要活跃啊 极客店家不是主要原因 极客店家不是主要原因 昨天去看了拍的相当好 建议老师去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 打白什么成绩 输赢了 没成绩啊 没成绩 刚入门啊 刚入门 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个也有点像炒股啊 就是刚入门的时候 你反而有些小成绩 然后呢 你开始进行学习的时候呢 这个成绩反而没了 然后你到比较高深的时候呢 才会出 才会出比较稳定的成绩 跟炒股特别像啊 特别像 北交所 据说是打造成中国的纳斯法克 但是最 我之前说过北交所的问题 北交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流动性不足嘛 流动性不足之后呢 就得降那个交易门槛 对吧 降交易门槛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呃 流动性是能 要吸引人的 要吸引人的 吸引人的就代表 得有一波行情 就北交所 最好得有一波 较大的行情 才能吸引资金 从社会各个地方的过去 好吧 但是呢 以北交所目前的 估值和操作便利性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近期 还是有困难的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对于不客人怎么算入门 我曾经说股票交易 分为三个层次 现象数学和哲学 德鲁扑克呢 我觉得也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呢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手牌 和下面的牌 加在一起 我是大还是小 很多人打牌呢 打扑克呢 会去想第一层次 就是我的牌大还是小 我能不能赢你 第二个层次呢 是我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我有大牌 或我知道你知道 我的牌并不大 就到第二个层次了 就思维更深一层 高手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这样的高手呢 我遇到过几个 国内 反正从这个知名度的角度来讲 有几个国内的大神啊 大神级别的 但是WSOP 现在正在美国拉斯 拉斯维加斯开展 这个WSOP 我所说的都是锦标赛 跟赌博没有关系 锦标赛 它是一种竞技类体育项目 算是体育项目 是吧 这棋牌类的体育项 目前呢 没有中国人拿到WSOP的总冠军 华人拿到过 拿到过啊 WSOP 那是878889吧 有一个臣 对吧 那个大神 据说是赌 香港电影赌神的 这个原型啊 他拿到了三届 WSOP的两届冠军 和连续三届 两届冠军和一次亚军 王峰 王峰肯定打牌 就这么说吧 他肯定不算大神级别了 王峰算是 怎么说呢 这大神级别的呢 你就 就能感受到他那个 对麦克城 对啊 麦克城 是吧 所以华人 有 但是中国拿到世界冠军的 现在目前还没有啊 WSOP 回头证据组个战队 是吧 运气好的话呢 拿个名次 冠军是太难了 数学哲学 天花板级的是神学 简单好 我都已经反复强调了 说天花板级是神学的 脑子都不好使 我觉得你的脑子也不太好使 所以你就不要往那方面想 好不好 我们就不在一个思维层级上 故农玄虚 自以为是 没必要 汪峰我为啥说 他绝不算是 这个德鲁普克的大神呢 他是个歌手 对不对 训练的过程中 德鲁普克也好 排球也好 就各种训练的过程中 是很枯燥的 发胃 特别没意思 其实你要是这个朋友 朋友之间打了一个娱乐局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就是我呢 出血啊 出血 但是呢 我的朋友们当中 很少能赢我的 打朋友当中的娱乐局 会很开心 但是你要打紧拜赛 会非常不开心 整个过程都不开心 就是因为你要打得非常紧 打紧苗塞 你就一条命嘛 死了就死了嘛 你淘汰了嘛 我们做投资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有一次错误都不能犯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这个 有些错误是一次都不能犯的 所以就跟这个打紧苗塞 差不多做投资 所以他不是直排嘛 职业排手嘛 所以王峰跟那些直排来讲呢 就是一条小费石啊 一条小鱼儿 小草鱼儿 简单好 难道你不承认 有感觉的事物吗 说你不够层级 就不要再上台了 好不好 上不了台面 你要实在听不懂这句话 我就告诉你 闭嘴完了 我刚才解释了一大气 对不对 我为什么说这个混沌 就这次诺贝尔奖 对我们来讲帮助不大 我说没啥用 原因就是 它不接地气啊 我们所说的 现象数学哲学 哲学包括了 平衡和循环 对于我们的实际交易过程中 是有帮助的 我告诉大家怎么做平衡 你不能只买大堂股 或只买小堂股 你要做平衡 高点和低点之间 要做平衡 风险和收益之间 你要做平衡 这些都是实际上 帮助我们的神学 能帮助你啥呀 除了你能跳大神以外 你还能帮助你啥呀 就说到这儿 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才举例了嘛 我说这个通道 它为什么有作用 是因为高点和低点之间 它确实是存在着数学关系 有证实的过程 有推理的过程 那不是胡说八道的 所以呢 就简单好呢 就今天的课你零分 对吧 你零分 明天叫你家长来 就讲一会儿啊 16点02分 老师长时间没看到你们 我想你们了 我想死你们了 突然提高音量 吓我一跳 我刚才之所以说 我说这个德州扑克 跟这个交易 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就是你真的真的 真的会感觉到 他们的相同之处 就是纪律 规则是第一位的 平衡是第二位的 很多人他不太注重平衡 德州扑克 其实特别注重平衡 就是你要做到两个平衡 第一个呢 手牌的范围要平衡 你不能只玩大牌 也不能只玩小牌 你要大牌和小牌之间 做平衡 你不能总是打得很紧 你说紧到在这儿 确实是紧 但是呢 有些时候 该松的时候 也得松 那么有一个 博弈论的角度来讲 当全桌都紧的时候 你就松 当全桌都松的时候 你就紧 这是博弈论的角度来 但是你想想 它也是一种平衡 但我理解来最深的 就是对于纪律 纪律是排到第一位的 有规则 然后纪律性 所以我们现在做交易的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趋势维帮结构就变成规则 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 执行那个规则 执行那个规则 会非常无趣 没有乐趣 哪像我们微调是不是 微调上来之后 那感觉老好了 是不是 但是你执行规则的过程中 是很无趣的 没有乐趣 枯燥 乏味 没有乐趣 但是这是你要过的第一关 第一关过了之后 在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微调 是吧 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 但是第一关一定得过 行了 不多讲了 我这一看了 就是这个 假期大家都没休户 还想继续休息 买菜的 接孩子的 是吧 好 16点06分 我们的直播 到此结束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